Hello,大家好,我是姜姜 今天来帮家人回复一个问题 神明有没有特别喜欢吃什么 要跟大家说 以上回复是我个人的体悟 你们可以听听就好 关于神明喜欢吃什么 或者是有没有特别喜欢吃什么 刚好前几天我去A8 那在等朋友的时候呢 在那个我没有记住金石堂吧 逛了一下 有出一本书叫做 神明喜欢吃的东西 好像是这样吧 如果没记错 我忘记了 但是就是书名就是告诉教导大家 可能有些什么神 然后可能特别喜欢什么 那也就是说呢 我相信作者应该也是依照着文献 过往的文献 然后这些资料 然后帮大家统整一下 可能什么神 喜欢什么 什么神 喜欢什么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在准备贡品的时候 其实不要那么有挂碍 因为 你今天帮神明准备的这个贡品 一定是你全心全意认为是好的 你才会供上去嘛 那每个人的心意不一样啊 那不管你是准备昏的素的 只要你认为是好的 你供上去 其实神明都会开心的 其实神明就是高频的能量团嘛 你看 昨天的影片才跟大家说 其实神要的很简单 就是简单的去用各种方式去服务好所有人类 那这样的点滴 神明都可以觉得很OK了 那你觉得 在准备贡品的时候 他会 会怪你说 今天我喜欢吃什么 你不准备什么 这个只有人类的社会才会存在这样的意念 他不会这样觉得的 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准备 哪怕是空的手去 如果你今天临时想要去庙里面拜拜 你没有多的时间去准备贡品 也没有去买一些糖果什么 你只是很想进去见见他 哪怕是走进庙里面 拿了庙里面的香 点着他 然后跟他拜拜 跟他说说话 其实都很OK的 至少你是带着一颗很想见他的心 你想跟他说话的心 然后就去见他了 那个比你去准备的非常丰盛的一堆贡品 摆在桌上 但是你只是人在那里 然后所有的拜拜过程都是人在那里 但是你的心其实不是那么有意在那的时候 那是不是比空手去还来的没有效果 因为有些人其实不是很喜欢拜拜 可能是因为家人家人有这样的习俗 那他就可能人就被带着去 但是他很多行为都是肉体在做 但是他的灵魂跟意识并不存在在那个身体里 就有点像行尸走肉的到那里了 然后把东西放在桌上 然后把金子放在桌上 然后点了香 然后绕了一圈 拜了一圈 把金子烧完了 然后就回家 但他并没有在那个地方去真正打开心胸 跟神明去做沟通 即拜访 对吗 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准备了什么贡品 是好还是不好 会让这个神不开心 其实不会的 神一直在用各种无止境的方式 让人类活得更好 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的贡品而有不开心的感觉呢 不会的 这是我的感知啦 那如果说像有些人可能会挂念说 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有些神明啊 他喜欢花 那是不是 去看他的时候 见他的时候带上一束花 会不会让他很开心 OK啊 很OK啊 如果说你看像我喜欢大树跟大象 那见到我的时候 你带一个大树的相片 或是大象的相片 让我看一下 我就很开心啊 但是如果今天你觉得这个神明喜欢花 但是没有卖花 那你就准备了饼干 你觉得那个神明会不会不开心 当然不会啊 如果你今天没有让我看到大树跟大象的相片 然后你只是给我看到你认为美好的相片的时候 我也会很开心啊 就是不要执着于什么 共上什么才是对的 那个对的和错的是人类小我才会有的思考的思想 所以呢 嗯 在这边回复 就是嗯 你共上去的 你只要认为是OK的 就OK 那其实他要的他要的只是那一份心 你的那一份心 还有那个食物里面的能量而已 那食物到底有多少能量呢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能量场里面去用单位来跟大家说清楚 所以呢 就是不要担心啦 你就嗯 就是你想要去拜拜的时候 你就带上你自己认为是好的 就可以了 哪怕是嗯 一朵鲜花啊 或者是嗯 一包糖果啊 一瓶饮料啊 我觉得啊 那个那个那个是形式上的 形式上嗯 比你有一颗真诚的心 你想去看他那颗真诚的心 那颗心是比较重要的 当你的心啊 在那的时候 嗯 你你你你空手 去都OK的 那像我现在是比较少 比较少 比较少进庙里面拜拜啦 那多的话就会去见观音 观世音菩萨嘛 因为离我比较近一点 我就会去我店附近的观世音菩萨 那跟他走走看看 那有时候没去的时候呢 嗯 也会在我 比如说我现在有什么 那如果说你看 我现在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会说哦 感谢老天爷啊 让我拥有这样的东西 我的老天爷啊 就包含了众神 众神 那是不是说我在敢 我拥有这个东西 我先感谢老天爷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供上去的心意 就是谢谢你让我拥有这些 那我愿意跟你一起分享 那我就会在那个地方 这样子去做冥想的动作 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方式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像我是比较 现在比较没有空 那如果我有好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跟我的老天爷去做分享 所以不用太挂念 今天如果你的朋友来见你 他如果想要知道你喜欢什么 当然他会先去Google一下 或者是先看看的脸书 你最近喜欢什么 他尽量去找你喜欢的东西来送给你 但是如果他买的不对 或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OK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是很想要来见你的嘛 所以你看到他帮你准备的礼物 不管那是什么礼物 我相信你一定也很开心啊 你也是欢喜心的去见他 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不要在这个小小的问题 让自己在练习的路上呢 产生一种困惑 然后让对拜拜 就是准备贡品这件事情 有一点伤脑筋 打开心胸 神没有那么小气 神的那个度量也没那么小 神的那个包容心是无限宽大的 所以只要你 只要你 只要你戴上真诚的心 然后不管你准备什么 树的 荤的 一树鲜花 或者是你的创作文创商品 也都可以 只要任何你觉得是好的 你供上去都OK 好吗 就这样咯 I love you 拜拜